啊 大家平常有没有注意到 车子经过身边时声音会变阿波浪浮 啊啊啊啊啊到底为什么啊 原来是因为车子在行进过程中不断发出声音 在靠近观测者的时候 你会感觉声音变大变高 是因为车子发出的声波间隔变短 而当车子离开观测者的时候 你会觉得声音变小变低 这样的一个物理现象 我们称之为都普勒效应 江江波浪浮这位就是都普勒 那现实有哪些应用呢 高尔夫球有没有看过 这是大科的 叫气象雷达 气象雷达会发出波 波撞上物体时会反弹 只要把发出去的波跟反弹的波做比较 就能够知道反弹波的物体靠近或远离这颗雷达的速度 还有哪些应用呢 就是棒球拉小于三 当投手奋力的一投后 你知道球速怎么来的吗 没关系我知道你不知道 测速枪 测速枪可以拿来测球速 测速枪也是用反射回来波长的改变来测球速的 所以波越慢回传表示球速越慢 反之则越快 类似的应用还有 汽车测速仪 也是测速枪的一种 用反射波的波长改变来判断你有没有超速 只要超速 就会被拍下来 前就走远了 恭喜老爷贺喜夫人 相信透过以上讲解大家都懂了 很好我们下次见波浪浮巴巴巴巴巴巴波浪浮 是大小的 是大小这里 有请不吝点赞 有请不吝点赞 支持你们 是大小小的 以将 是大小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